很多人都知道真子丹能打 但是却不知道真子丹的母亲更能打 1963年真子丹出生在广东一个无数世家 同年李连杰在北京出生 他的父母是标准的农民 从小就没有和功夫打交道的机会 但是他却在十几年后 比真子丹率先成为中国的功夫巨星 相比李连杰 真子丹简直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他的母亲麦宝禅是太极会创始人 还在美国创立了中国武术研究所 母亲的师父是著名八卦大师 北方武虎之音 南京中央国术馆创始人 傅振松的儿子傅永辉 他这样评价麦宝禅 一位尽学我之所有 并且能够真正成为我的继承者的徒弟 真子丹有这样的母亲 从小学武 自始不在话下 而他的父亲真云龙 是香港星岛日报的大边境 却擅长演奏小提琴和二胡 于是真子丹从小开始学习钢琴 弹得一首好琴 尤其擅长弹肖邦 在这样的家庭中 真子丹的人生注定不平凡 然而拥有如此优异的出身 为何比不上穷小子李连杰呢 1974年 11岁的真子丹 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波士顿 开启他的美国之行 由于肤色语言的不同 真子丹在美国受尽有屈辱 其他美国小朋友都认为他是另类 而这些都给真子丹的心里 留下了极大的创伤 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让自己强大 不要让别人小瞧自己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渐渐地养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 而此时 大洋的彼岸 同样11岁的李连杰 已经拿下全国售儿武术套路冠军 随团赴美交流演出 甚至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对他赞不绝口 于是略带玩笑地问他 小朋友 你功夫这么好 长大给我当保镖吧 李连杰脱卡车 我要保护十亿中国人 而不是你一个人 李连杰的这番言辞震惊惊了美国人 当在电视阶前的真子丹 看到这一幕时 心里大为佩服 于是暗自发誓 也要练好武功 将来为中国人争气 我要打伞高 就这样 两个素未蒙面的人 开启了成为中国功夫巨星的争承 1982年 19岁的李连杰 凭借少林寺 红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可以说是 给全世界的功夫迷们 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中国武术 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热门话题 而此时 真子丹却还在逃课 去偷偷练武 由于真子丹成名武术 荒废了学业 这让原本希望他走音乐之路的父亲十分生气 一场积蓄已久的父子之战 一触即发 两人为了习武大吵一架 年轻气盛的真子丹 摔马而去 离家出走的真子丹 跑到祖母家暂住 这一住就是起的亲戚 由于真子丹会武功 因此被一群胡鹏狗友 推荐到夜店当保安 就在李连杰努力地 为自己功夫梦 不断努力时 年少的真子丹 却陷入了灯红酒绿 龙蛇混杂的生活当中 身边都是黑帮争斗 时不时地 甚至会发生枪击事件 在一次枪击事件当中 自己的朋友中枪身亡 这对真子丹 产生了巨大的打击 此后 真子丹对自己的未来 感到无比地彷徨和迷茫 甚至质疑 这还是当初自己选择的 习武之路嘛 不久之后 麦宝禅知道自己的儿子 混迹社会 而偏离人生轨迹时 作为母亲对他十分失望 为了自己儿子未来和安全着想 麦宝禅只能选择妥协 因此把真子丹送到了 中国最好的武术学校 让他在最好的环境之中 实现他的功夫梦 麦宝禅的这次决定 让真子丹和李连杰 结下了不解之愿 真子丹去的这个学校 就是李连杰 曾经就读的北京武校 就这样 两个把李小龙 视为偶像的人相遇了 并且成为了师兄弟 此时的李连杰 早就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蝉联了1975年 到1979年的全能冠军 并且被称为 中华武术的第一高手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真子丹 突然一下子来到了中国 他感到十分的陌生 在行武时不明不白的挨饿 还经常要挤公交 这对于家庭英识的真子丹来说 无比的痛苦 在经过两年的磨砺之后 所有的光环 依然是笼罩在 薛兄李连杰身上 自觉无望的真子丹 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于是买了机票 飞回美国 就在真子丹 买好票 去香港转机时 突然接到了母亲的通知 说刚刚已指导蛇行雕首 醉拳而红遍东南亚的大导演和平 要见真子丹 接到通知之后的真子丹十分的困惑 自己根本是无名小卒 怎么会被大导演邀请见面了 就这样子 真子丹带着疑惑去见了袁和平 真子丹与人称八爷的袁和平见面之后才知道 原来出演了蛇行雕首 醉拳的成龙 签约了家和电影公司 而袁和平急需一名功夫和形象俱佳的男演员 碰巧 袁和平的姐姐是真子丹妈妈的学生 于是她的妈妈向袁和平举荐了自己的儿子 就这样 真子丹迎来了她人生路上的贵人 经过了层层面试之后 袁和平十分欣赏真子丹 于是向她发出了邀请 让她在校太节中和肥姐沈殿侠配信 因此 真子丹出演了她人生中第一个男主角 真子丹十分卖力的演出 她不仅在影片当中展现了抽色的功夫 而且还表演了贴力舞和模仿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 就在真子丹幻想着自己能够一炮而红时 结果影片一放影票房惨淡 连少林寺卷走两亿票房的一个零头都不紧 这部影片甚至被香港媒体称为是最后一部传统功夫片 这对真子丹打击非常大 在拍戏过程当中所受的所有委屈 全部都一口脑的有限 甚至当时的她对拍戏心灰意了 都不知道拍戏为何物 然而袁和平却一直劝她沉住气 等待拍戏的时机 让她按照剧组安排练习武术动作 因此真子丹还与恩师袁和平产生了巨大的奋起 就这样真子丹闯荡多年之后 碰了一鼻子灰的返回了美国 但是后面发生的一件事 让真子丹改变了想法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 很正常的 那叶师傅你呢 我每样都懂一点点 你爱我 我爱你 迷失冰盛甜蜜蜜 你爱我 迷失冰盛甜蜜蜜 你爱我呀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迷失冰盛甜蜜蜜 广告语 真男人不做表面功夫 让人是哭笑不得 按理说为了避嫌 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 一般也不会接这样的广告 那当年到底是发生什么呢 1984年 在香港碰了一鼻子灰的真子丹 回到了美国之后 开始帮自己母亲打理武馆 干干杂活 一次在干活途中 碰巧看到了电视中 李小龙纪录片 本就心有不甘的真子丹 又重新燃起了信心 于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 为回香港做准备 而此时 袁和平以武术指导的身份 出现在徐克导演的 《黄飞红之男二当字强》中 于是他不计前嫌 在李连杰的终极对手上 竭力地推荐真子丹 证实袁和平的建议 使得这部影片 出现了上世纪功夫电影当中 最精彩的对戒之一 《真理对战》 同时也让关注 记住了功夫和李连杰 不相上下的真子丹 相比8岁就被尼克松 赞赏的李连杰 此时的真子丹 已经29岁了 有了这次演出 不久之后 真子丹迎来了自己 向偶像致敬的机会 1995年 香港雅士 邀请真子丹出演了《金武门》 在剧中担任男主陈真 他用自己扎实的功力 成功地营造了 陈真这一形象 他也如愿以偿地 在这部影片当中 向自己的偶像 李小龙致敬 真子丹的表现 丝毫不逊色于 李连杰此前饰演的陈真 甚至被媒体称为 最像李小龙的陈真 然而事业上 小有成就的真子丹 此时却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费解的决定 就是自己当导演拍戏 并自导自演了 第一部电影 《战狼传说》 这部影片票房 却是不尽如意 甚至让真子丹 血本无归 可以说是赔得 连裤衩都不胜了 因此有人说 当时真子丹为了赚钱 去派了那个 让他至今饱受诟病的 裤衩广告 这让真子丹遭受了 武警的压力 于是他开始抽烟 排解自己内心的痛苦 从小争强好胜的真子丹 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不断地尝试 导演了《沙沙人》 《跳跳舞》 代号《美洲师》 但是都不理想 可能上天就没有想 让真子丹成为导演 不然日后 真能打敝夜问 什么就可能见不到了 2008年 45岁的真子丹 出演了电影《夜问》 然而这部电影 是真正意义上 让真子丹走红的影片 十多年来 真子丹拍了18部戏 却只有夜问 能让观众记住 他是谁 夜问能有多火 当年不仅在国内 引起了一批年轻人的喜爱 甚至火到了国外 真正将永春拳 打到了国际事业当中 至今人们提起夜问 就能想到 真子丹和永春拳 夜问甚至成为了 真子丹的印记 永远抹不去 真子丹突然大火 接着夜问二 夜问三 夜问四 夜问成就了真子丹 真子丹也成就了夜问 然而就在真子丹 享受努力奋斗的成果时 意想不到的灾难 悄然而止 2012年40岁的赵文卓 被曝和其 真子丹不合 甚至赵文卓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 还说真子丹耍大牌 不尊重武术 难道真子丹靠着这几年的大火 和在影视圈的地位 真的狂妄自大了吗 就在赵文卓爆料自己 因为真子丹耍大牌 而此演特殊身份是 真子丹一风 尤其是剧组负责人 却出面回应了 事实不像赵文卓说的那样 并且 真子丹还发出了声明 我对他很失望 是我请他来拍戏的 老板跟我说 赵文卓这个人圈内人 都说有点问题 我希望老板把他留下来 都是赵文卓在 不断地重复话题 我只能说我很失望 都是我请他来拍这个戏 因为我是这个戏人 坚持老板 跟我说 希望你去赵文卓 他听到很多 圈里跟他做的一些 我觉得 跟这个戏人 咱们此次地去 在投资者 在老板 希望我画人的情况下 请老板 让他留下 我从来到尾都没说过什么话 只是他在 在那边 不断在重复在这个话题来 我只能说是 才失望 然而两风各这几件 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最后得知是导演兼编剧 谈兵 为了赚更多的钱 从中搅合 在赵文卓的不断发声当中 一直在爆真子丹的黑料 导致事件升级 让真子丹和赵文卓两位大侠误会 差点水火不容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当真子丹还没有和赵文卓握手言和时 真子丹的前妻 梁静慈 在网上控诉真子丹 不是好爸爸 不管自己儿子死祸 原来因为真子丹18岁儿子 真文卓因弃兄住院 梁静慈打电话 哭求让他探望 然而真子丹却以工作为由拒绝了 事后发现 真子丹不但是没有去探望 而且还跑去和现任妻子儿女 潜水玩乐 这颠覆了网友心目当中 真子丹好爸爸的形象 虽然后来真子丹 向媒体否认自己不是冷血父亲 还对媒体说 坦白说 我自己都忙得要命 也不是经常在香港见到他们 但是 很多时候几个孩子都会在一起 他们几兄弟都是蛮好感情的 这个只是我不说而已 即使真子丹竭力地 在挽救他的形象 但是他的声誉 依旧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不过好在最后 他用自己的实力 向人们证明了自己 真子丹继续他的 功夫明星之路 一个人的武林 卧虎藏龙2 还有冰封侠系列 极限特攻系列 以及追龙 花木兰等等 一步必一步精彩 并且还在2009年 主动放弃了 美国籍盖回中国籍 成为一个响叮当 叮当响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甚至最近 58岁的真子丹 受邀请出演美国大片 急速追杀四 真子丹终于向世人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梦想 不管他的出身如何 还是大气晚成 不可否认 真子丹的今天 全靠一双拳头 打出了一片天 推荐 华 侮辰 索